中国成都迎来了国际美食节 各国大厨大显生寿 将食物的香气留在这座美食之都 作为主人家的成都也不忘将佳肴好滋味 推向全球 让世人深入了解中华饮食文化 成都这个位于四川南方的繁华大都市 相当重视中华饮食文化 走在大街小巷 不能看到各种地方小吃或美味佳肴 充分体现了四川菜系风格 由美食之都美育的成都 聚集了十万家餐厅和六十万餐饮业者 厨师们天天用心喷煮好滋味 让饕客齿甲流香 这个月十八号 美食之都迎来第十五届成都国际美食节 继2018年火锅文化月 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厨齐聚一堂 以美食文化传承 创新 包容开放主题 观摩交流舌尖文化 直到明年一月 今年成都打着中华美食旗帜 进军国际 明阳海外 淡淡面是成都最著名的小吃 面条用手工感制而成 搭配猪肉末香味四溢 米饭是华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主食之一 只要吃得开心 自然少不了美味可口的下饭菜 在成都经典的川菜麻婆豆腐无人不知 因此只要点餐 肯定少不了这道色泽鲜亮 口感麻辣嫩滑的菜色 除了入口能满足味蕾 视觉效果也让食客惊喜连连 高工艺绝的师傅 用巧手将嫩豆腐叼成牡丹花 这道盘中餐瞬间升级为美食艺术品 在国际美食节中 中西方厨师大展身手观摩交流 让整座城市的空气中 弥漫着一份让人难以抗拒的美食香气 走一趟美食之都 相信无数的老饕都会纯闲三尺